喂 堂堂有入鏡嗎? 嗨大家好我是凱希 我是Louise 我已經懷孕滿20週了 發現懷孕之後 我們最好奇的就是 小孩子的性別會是什麼 對嗎? 這應該也是很多網友好奇的事吧 我看很多人留言都說 不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們上一次產檢 我們的醫生有跟我們說 性別是什麼 我們沒有在忌諱這個 所以有什麼還不能講 對 誒 堂堂 喂你屁股不能在這 堂堂太冷 OK 我們就幫他去 好他就坐在我們背後 聽說很多醫生會怕爸媽不喜歡是女生 所以不跟爸媽講 是喔 因為台灣傳統的想法可能是 都想要先生男生 對 對 我的媽媽手車還有一頁是跟你說 男生女生都好喔 這樣 對 但現在的人應該沒有那麼重視這個吧 我覺得 有一些比較傳統觀念 想說男生是你的血脈 喔 就是他可以那個積蓄你的 傳宗接代 對 其實西方可能也有一點這個想法 因為我們的性也是跟著男生嘛 所以 但是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不太管這個 像我們 我們就是 男生女生都會很開心 當然 反正 不管是什麼性別 發現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 西方和東方都有一些 有點像迷思 他們覺得這些方法可以猜出來 你會生男生或是女生 所以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看看 這些方法能不能真的 正確的 預測出我們小孩子的性別 你講得還不錯耶 很意外 剛才Rei好幾次 我們已經知道性別了 但是 今天這些方法我們會用非常中立的方式 這支影片的最後才會知道 不要快轉 不要看留言 好 我有十個方法要測試 第一個是 如果是高的話是女生 低的話是男生 為什麼 因為男生比較重嘛 Maybe 不然我想問他為什麼 好 那 我就是要看肚子 他看起來很小耶 現在看起來很小 對啊 我還沒吃飯 反正 中間的位置在這邊 我覺得偏低啦 因為你看嘛 上面比較平 對啊 然後下面比較圓 Yeah 所以依照這個方法的話 男生是1分 女生是0分 第二個方法也是跟肚子有關係的 如果你的肚子比較尖的話是男生 圓的話是女生 台灣好像也是這個說法耶 但是我還是不是很懂 男生是肩的 是因為他多一個東西嗎 所以會突刺出來嗎 你覺得 可能 但是又不會真的怎麼突出來啊 這怎麼可能 反正 剛才看我覺得 我的偏遠吧 我們是不知道 多肩算肩啊 對啊 不過我自己看起來是滿圓的 我覺得應該是偏遠了吧 雖然我沒有看過很多其他孕婦的肚子 所以 I don't know 所以男生女生的 預測是1比1 第三個是 如果是女生的話 媽媽會有比較多痘痘 然後男生的話皮膚會比較 錯了 相反 沒有西方是這樣講耶 好 因為東方是說生女生 媽媽皮膚會變好 因為女生會帶給你漂亮 因為我們會說 女生會偷走你的美麗 是嗎 對 但東方是說女生帶來美麗 啊 我覺得你最近皮膚還不錯 反而是我 最近有痘痘 所以不知道是反應在誰身上 對 我有一些啦 ok 那所以就是 他偷走你的美麗的話 第四個是 胎兒 比較多 動 like it's more energetic 那就是男生 然後 比較安靜是女生 我聽說大概什麼18週以上 就有可能會感覺到 是嗎 對 但是第一次懷孕的話 好像比較難知道 那個是他在動 我不知道欸 我還沒有感覺到 所以算是比較少 少的話是女生 下一個是 如果 你的害期比較嚴重的話 那就是女生 如果 比較 不嚴重是男生 我覺得你超嚴重的 我覺得我蠻嚴重的 現在 就是第二運期 就 好了 就是三個月以下 我都 很嚴重 他們都知道 你不想吃肉 然後 三一次有提到 對味道很 不能接受 對 超嚴重 真的想到我就覺得很痛苦 那嚴重的話是 女生 下一個是 比較偏向台灣的說法 對 就是酸兒辣女 ok 對 這是很多人都會講吧 對嗎 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這個 怎麼辦你之前都跟我說你想喝酸辣糖 有酸又有辣 對 對 我有一段時間想吃酸辣糖 但是覺得酸辣糖是偏酸 偏酸吧 我一直都沒有很愛吃辣 就我們 不敢吃辣 所以 酸是男 西方的話我們會說 想吃鹹的話是男生 想吃甜的話是女生 女生都比較甜 對 男生喜歡流汗的鹹鹹 是這樣嗎 可能 很少男生會說 我超想吃蛋糕 我想去甜點 點買東西 或是吃巧克力 一定還是有男生有 我也很喜歡吃巧克力 好吧 好吧 好這也是可版飲料 我一定是甜吧 但是我一直都是喜歡吃甜的 所以 也不是變就是維持原本的 但是關於甜和鹹這一點 就是女生又得一分 對女生 下一個是 有人會說 男生的話是 比較低的 就是一百四十 以下 一分鐘一百四十下 對 然後女生是比較多 高 超過一百四十 對 就是女生 好 OK 我要看一下 好終於找到了 找好久 OK 所以他是寫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 是超過一百四 對 所以是女生 第九個是 比較好的話是 男 如果比較不想吃東西 那就是女生 男生吃比較多 比較好動 或是身體比較大 所以需要比較多 那個calorie 最近的食量怎麼樣 我覺得差不多 尤其是因為 你現在到第二雲期的話 他們會說 基本上你需要多三百大咖 我想到了 你現在每天晚上 睡覺前都會 偷偷起來吃一碗Cereal 對 比平常多一份餐吧 對 需要吧 三百 差不多就是一碗Cereal OK 你是真的想吃 還是是為了多三百才吃 沒有我是真的想吃 那就是有食慾有變比較好 所以比較好 那就是男生 好我們測試了九個之後 是 六比三 對 女生六男生三 對 最後一個比較麻煩 也應該是最好玩了吧 對 這個應該也是東方會做的 對 但是使用的工具不一樣 OK 因為西方的話 我們會說 你要用一個戒指 然後用線綁住 東方的話 我聽說是用玉佩 但是一樣 就是 看它是怎麼動的 對 大部分圓就是女生 那直的就是男生 對 我手應該沒有在發抖吧 它是畫圈 圈 為什麼會有 超怪 我們兩個街頭在做這種事情 你有看到嗎 嗯 好我們測了兩次 OK 它都是畫圈 所以應該是真的就是圈 就是女生 Final score 就是 女生七 男生三 它就是很明顯 它有偏一邊 對嗎 這些方法就是 告訴我們是女生 那 你們可以先猜 留言 跟我們說你覺得真的是女生嗎 還是是男生 OK 好 那最後就是要跟你們說 真正的性別是什麼 是女生 我很開心 可是一直想要女生 對啊 我們發現之後 我就去買一堆嬰兒的衣服 另外我覺得很意外的是 就是我們這些測驗 真的正確的預測出來 我們只要生女生 我們兩個很開心啊 對嗎 有女兒了 你本來是有偏向比較想要哪一個性別嗎 沒有耶 沒有 對我一直都跟你說我只希望她健康嘛 爸爸不是就是比較喜歡疼女兒嗎 那你呢 你期待跟女兒做什麼 怎麼陪她長大 很多吧 女兒 比較可以幫她打扮啊 那種頭髮啊 什麼的 這種比較女生的事情 另外我覺得 女生我可能比較懂她一點點 因為你就是這樣長大 對 你有經驗嗎 還有我跟我媽的關係很好 所以我會覺得 希望可以跟她一樣 就是 我跟我女兒可以是像朋友一樣 對 今天的影片就 這樣吧 期待後面有更多精彩的影片 謝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下次見 掰